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为2024打了强心捐持了定心碗 就是要大家不要再见缝擦针 不过这也意味着侯友宜自己要回归自己的民调上了 我们要请教立文 侯友宜下一步他到底要做什么 他的目标是什么 才能够跨出他成功的第一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汉子 秃子 燕子再度合体 那可是2018年 已成绝响 当时真的是 风动无人 怕断万狗 因为寒流 秃子 秃子在哪里 在这里 最亮的这一个 因为他的寒流的关系 席卷全台湾 我当时一直希望再挤进去 一个一颗钉子 大家还记得吗 钉手中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没有挤进去一颗钉子 我一直觉得非常的遗憾 好 没关系 汉子 秃子 燕子再度合体 真的能够拉抬2024 现在国民党的声势吗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气 有办法顺利地转移到 侯友宜的身上吗 然后我们看到侯友宜 也是从头到尾 跟这个韩国瑜 练掉掉 练掉掉 一直抱着抓着不放 感觉是非常的亲热 同时也抓住这个黄金时刻 说四年前他做得不够 真不好意思 这是总算当面讲了 好 韩国瑜也很大气地说了 他三个愿望 许了三个愿望 那其中就是希望能够在 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的领导之下 能够完成下架民进党 大家共同的目标 好 所以这就是没有话说了 所有的杂音通通都不见了 KMT7月23号的全代会 顺利地演出了 大团结的一个戏码 那接下来侯友宜就要自己 专心地去面对 如何拉抬刚刚讲的 非常低迷的民调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723全代会 昨天的场面上面就很多人 你看这些人是等着被提名的 因为要正式地在全代会 才算完成法定提名的程序 那当然过程很快速的 就是鼓掌通过 那看到这个是民进党的全代会 这次引起很大的民怨 因为在凯道上面 40度左右体感的烈焰之下 这么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 而民进党的高官 却穿着厚厚的夹克 冷气大开 真的是精细 不知是何系啊 游淑慧说我们准备好了 不是大饭店的冷气 也不需要民进党的外套 短袖刚刚好 知道冷热节能神叹 网友就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 还有真是强烈的对比 酸的真的很漂亮 所以对比民进党的全代会 让人觉得真的是跟我们的老百姓 是不是活在平行时空里头啊 还有蔡英文也赶紧跟她的爱将 小英女孩吴英宁在彰化同台 大力地拉抬吴英宁立委选举的形式 但吴英宁是谁呢 当然也就是北农啊 他在北农总经理的任内呢 真的是引起非常大的风波 不但呢这个报表看不懂啊 而且呢到议会被询的时候 非常的傲慢 让大家觉得一个毫无专业 像是实习生一般 可是呢却又比谁都骄傲 那因为呢仗着有蔡英文的 这样子的一个靠背 所以才让她如此的傲慢 最后还是黯然的下台走人啊 当时吴英宁的事件也引发了年轻人的这种相对剥夺感 对民进党造成了重大伤害 但是你看 哎呀蔡英文还是对她非常的提拔 在这次的立委选举 再度的让吴英宁在彰化参选 蔡英文说吴英宁常常呢会到长照的据点 跟长辈一起用餐 政府的长照预算从他上任的50亿元到现在已经达到 650亿元是史上最高 好 帮这个吴英宁开支票 希望能够拉到乡下长辈们的票 有用吗 到底有没有用呢 好 我们看到2017年的时候 蔡英文呢这个整个的任内其实就是喜欢大撒币 所有的问题无法解决 更不要说什么超前部署 都中都是假 可是撒币可是一流的 光是前瞻基础建设就是几千亿 是个大钱坑 其中大家印象深刻的基隆捷运 本来基隆市是要分担17.7亿的 今年3月却暴增到53.85亿 问题是说跟他们所开出来的支票 真的期待落差非常的大 还记得吗 新竹大车站前市长林志坚 争取工程费用是104亿 而市府则要自筹大概是29亿 好 郑文灿就说 如果不是前瞻基础计划的话 台湾能够做到每个直辖市的轨道建设吗 问题是当时台湾所有的交通专家 学者通通都反对 觉得根本不适合台湾 更不是所谓的前瞻计划 一点都不前瞻 这种轨道建设 一百年前在欧美就已经有了 有哪里前瞻在什么地方啊 他说如果不是前瞻计划的话 台湾经过两次百年大旱 一定没有办法度过 但是你们还记得吗 这两年 王美花不是说叫我们要挖井吗 为什么 因为缺水啊 还记得吗 所以真的有帮我们度过百年大旱吗 只让我们觉得前瞻基础建设 就是一个肉统政治的典型代表 专门在帮民进党绑装撒钱大撒币 看不到任何台湾前瞻的发展 那民进党只是靠大撒币 所有的建设也通通都跳票了 包括居住正义当时开给年轻人的所有支票 全部通通都跳票 还想甩锅给地方政府呢 所以看在眼里 恐怕超过六成的下架民进党 真的是累积已久的一个炸锅的民怨啊 好在也一再强调要下架贪腐 而眼前呢就要看侯友宜能不能够摆脱老三向上提升 我也要看国民党呢 要如何把离散在外头的设立来进行实质的整合 所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提出了要执政大联盟 也就是在选前先整合好 在选后再来共同执政 但是前提要先整合在也大联盟 而整合的工作又要谁来去推动呢 谁有办法提出一套真的能够成功的路径呢 我们就要请教红台委员 国民党呢全代会还没有结束之前 大家也看到了郭台铭就发表了累参选的宣言 看起来郭台铭是已经见在嫌上要选到底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到底有没有失职的对策 这个题目实在很难回答 平常讲 昨天理论上是国民党的团结大会 但是我们又看到很多的事情 这个不如我们的想象 平常讲 明年1月13号要下架民进党 我想不管是蓝啊白啊或是中间选民 唯有大家团结才有机会 我先跟各位报告 团结都必见得有机会 因为民党太会选举了 民党所有的资源在手上 你想想看连这个2004连两颗子弹 这种戏码他都敢演 他还有什么不敢的呢 所以我是觉得现阶段 昨天理论上是一个团结大会 但是感觉上还是有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 我个人在我们内部会议里面 我一直建议 我们要竞争的对手只有一个 就是民进党 就是赖清德 其他的我们不可会言 不管是郭先生 柯先生 或者什么 我其实觉得都不是我们要去斗争 或者是竞争的对象 当然平常讲要谈合作 一定要有诚意 要有方法 刚才你问的 到底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诚意 我不太晓得 但是我们都觉得 唯有诚意拿出来 再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牵线 再找到适合的场合 或者是环境 大家来谈谈 如果说日后 不管是三个候选人 或者是四个候选人 摆明了就是赖清德 赢面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这四个候选人 那赖清德做得再烂 他讲说他要走进白宫 等等这种不合时宜的话 我跟你讲 他都不害怕 他都不害怕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如果说真的是要 日后避免两岸的冲突 要躲过这个战争 让年轻人 这个薪资能够大幅的上涨 免于年轻人 没有未来的这种恐惧 唯有我们所有在野党的合作 合作有机会了 但是再次跟各位报告 不合作是一定没有机会 我们希望 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看到这种合作的契机 当然我隔壁坐在 所以我们白鹰的大将 我想他也都在听 这个我想大家要过好日子 也不要有战争 只有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好 当然朱元强调 不要去应征谁政谁负 而是以政党轮替为双方的首要目标 这有可能吗 那么柯文哲是说呢 他认为在野大盟 在选前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那我们就请教毕如委员怎么看 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觉得还有时间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一加一不见得会等于二或大一二 这个是日本那个小立元 他当然对台湾的选举的一个观察 那因为他长时间观察台湾的选举 那我们就姑且听思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既然有经过这几个月以来的民调 都有超过六成的民众 想要政党轮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就是说大家 第一个全民都想要政党轮替 这是把它造成一种风潮 第二个就是说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那那个当然朱主席是说 就是菲律的这些联盟 我在想如果连民进党里头 这个赖清德了 我们也是都应该把他拉过来 不管是那个民进党的 或者是武党籍 甚至时代力量 我觉得就是团结所有 可以团结的力量 那团结起来之后呢 我觉得也许 柯主席是说 这个会不会水到渠成 我觉得这个要看台湾人民的智慧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受够了民进党了嘛 那如果以受够民进党 这个前提来讲的话 那大家有没有想要政党论替 有要想要政党 就会很多人想要去努力 那至于要怎么努力 有时候就是像民众人来讲 有时候我们党很小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 还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那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要如何来团结所有 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智慧 我觉得现在变成是要智慧 才能够把这一局 然后看能不能把台湾 往另外一个一条道路去走 不然的话 其实民进党再让他继续执政下去 我觉得台湾真的 之前我在中南部 跟一些大老板谈话 我说那个民进党怎么这么 就是短短八年的执政就贪污成这样 他说贪污不可怕 民进党是掏空台湾 之后台湾的年轻人 他会看不到未来 为什么年轻人要躺平 那民进党掏空台湾 所以会让所有的 我们的所有的产业 我们现在连护国神山 都被搬到那个美国去了 然后呢 再来接下来他又要卖掉什么 那最近不是川普 那个美国的那个总统参选人 他都觉得说 台湾抢了他们的工作 那要对台湾实施这个贸易壁垒 所以到底他真正 如果台湾出事 他也说他没有说 要保证他会来保护台湾 所以这个台湾人还是要 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一种自觉 那选民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我们就是共同努力 好 不过现在也不要看 民进党的选情 虽然看似是定于一尊了 是赖清德了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各派系 同样是暗藏雄用 民进党争招了 被视为是小英女孩的吴英宁 参选了彰化县的第三选区 而蔡总统2024的第一个立委辅选 就是要帮吴英宁站台 但是吴英宁 其实他不只是外表长得像小英 其实风格也很像 当年农委会就力挺吴英宁 入主北农 这个年薪有250万的总经理 就被批评 看不懂报表 而且他根本就不出席市场处的记者会 他也不去到你议会背询 所以IP是神隐少女 我们继续问一下 譬如委员 到底吴英宁有什么样的专业 他能够获得令营去提名 然后进军国会 他的专业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在写书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他的专业好了 那民进党执政之前 事实上他跟陈吉仲就是农运 他们在搞一些农运 那在当时就是在彰化中台湾地区就做一些农业的运动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那个陈吉仲啊 然后吴英宁啊 都是小英喜欢的 所谓的小英男孩 小英女孩 大概就长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所以当时那个 北龙总经理这个职位 大家也知道吗 就韩国瑜 我还短暂地跟韩国瑜当了三天的同事 这个有另外一个 就是当时 柯市长就觉得说 也不要去跟他们争 那就请韩国瑜到台北市政府来当 有几子的顾问 我还为了他把办公室都弄好 他还来看看办公室 他还跟我讲说 哇 比如你的风格真特别 我的风格就家徒四壁 因为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然后那间办公室里头 就是家徒四壁 他就跟我说 哇 你的风格真是特别 所以短暂地跟他相处了三天 这个就是韩总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 那讲回这个吴英零 就是当时陈吉仲很 极力要推这个吴英零 那当时其实台北市政府也跟他讲说 像他这样子看起来 真的能够应付北龙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这些 解决台北市的这些 那个果菜运销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当时民进党就很坚持 很坚持陈吉仲要让他来 所以才会出现说 议员问他说 那个看不懂报表 他说我在学习 他你应该要大声地说 我本来就看得懂 你怎么说我在学习 那后来他就觉得说 他不要理这个台北市议员 就是所有的记者会 本来一开始议会他也不想来 第一次没有来 后来两次第三次 整个市场书都会拜托他说 因为那里那个北龙是总经理制 所以还是要请总经理到议会来备讯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250万的这个高薪的这个实习生 他就真的他是说他是来学习的 所以你没有准备好就来 那这一次他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那这个蔡英文喜欢的 你可以会去年 蔡英文还有很喜欢一个人叫陈思忠 你就看他台北市长选得怎么样 所以大概我也可以预期到这个小英女孩 吴英林在彰化选的选举下来的一个结果 可能他就是讲讲什么长照 刚刚那个总统讲到说 他从上任的这个长照的经费 从50亿到今年的预算是650亿 那这样子的一个650亿 到底是太多还是不够 我们的长照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长照杯葛 所以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 事实上长照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看就不然就听听看 吴英林会提出什么样的长照的一个政策 我们就来看这个撒币政策 其实也被批评 民进党夸大其词的大撒币 到底是怎么用钱的 蔡政府在2017年提出了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大兴土木轨道建设 那么这当中有些是中央全额的补助 有些中央是出一半 接着是地方县市要自筹 在去年底上任的县市长就发现了 轨道建设的县市自筹款 高得吓人 比方说郑文灿在桃园市长任内 争取到了500多项地方建设计划 纳入了前瞻计划 过去当然就被当成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政绩啊 但是其中大部分 其实都是要自筹配合款的 所以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已经是成为地方政府的前坑了 我们就要请教嘉庆了 打着前瞻特别条例的大帽子 去跳过了一般该有的 财政纪律法规的约束 给人的感觉就是 要补助多少钱其实你要看中央的脸色 所以如果县市长他们跟中央是相同政党的 等于就是有较多的机会去得到高额的补助 而这样的执政党是在拼选举 还是真的有把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放在第一个首要的考量呢 是 我觉得燕迪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从蔡英文一上任第一任到现在 所有国人都清楚感受到的一个事实了 那就是为什么什么都要花这么天文数字的钱 前瞻8800 然后分两阶段 然后这个防疫8400 一家伙要给他弄过去 然后买军火几千亿又几千亿 买了人家货不一定交给你 反正你就当做保护费交了 那我们人民让你们去举债 不好意思 一年可是已经放在口袋里 你随便花的就是一兆八千亿两兆 还加上国营事业多少基金 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小口袋大金库 他们是怎么掏空的这几年 全部拿去绑装 全部拿去自肥 还记得这个神奇的南向政策吗 几百亿上千亿跑去哪里 丢水里还有个声音扑通 他钱花掉了 连谢谢都不用跟你讲 没有成效也不用跟你说对不起 反正花掉了你问什么 跟烧纸钱一样 你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今天我们很难过看到 行政院长西门灿 出来讲这个轨道建设的事情 每个人讲轨道建设可能都还有点可信度 但西门灿就不行 西门灿作为我们桃园的第一任升格的直辖市长 连任了一次 他最大最大的政见就是铁路地下化 我请问几百亿被他掏空掉了 花干了 桃园现在哪一段铁路地下化完成了吗 对不起没有 就连我们桃园两大都会区桃园市到桃园区到中立区 两个中间的一样 在那边天天干扰大家的交通 你都以为郑文灿的那个广告 跟郑文灿的六星级市长 是在杂志上看到 在电视广告看到的 你都以为桃园的捷运大概比台北还进步一点了 去看看桃园盖了这么多捷运站 下面有没有捷运 这多么世界奇迹的事情 就是说钱都花完了 包括连平均地权基金几百亿掏空掉没了 张善政现在我跟你讲张善政很头痛 他未来的这一任 他陆续要填补回去的大概有300亿 郑文灿都已经给他花到干 花到透了 这个接下来民进党所有的 我相信包括赖清德 如果真的给他不幸当选 对我们来讲是不幸 对他可能是侥幸 如果真的对老百姓来讲 不幸的赖清德又当选 你看看蔡英文花的这些洞 举债的光刚刚讲的军备 还有这个防疫的 还有这个前瞻的 还有南向的 种种的 还有他们这个连 包括刚才讲说什么长照的 这些都是举债 光这些要填回去 赖清德三兆够不够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还加上台电要破产 台电不但要破产 还要继续发年终奖金的这些 也都算国债 赖清德如果不幸 真的又给他当选 蔡英文的第三届 你看看我们老百姓还要再扒几层皮 真的不要这样子骗人 你们现在不但连能源弄不好 不但连前瞻建设的钱都乱花掉 还不能让我们有个基本的安全感 在野党拜托加油一点 你们大可以出来跟郑文燦讲 拜托行政院副院长新闻燦 真正的钱瞻早在十年前 早在最晚在你蔡英文刚上任 要提钱瞻要轨道 全世界那时候都已经在搞什么轨道了 在搞虚拟轨道 已经在做无人车了 你包括载具 包括卫星 包括所有平台跟交通号制 不全部应该搞这个才叫钱瞻吗 在野党加油一点了 两位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